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开始我们今天讲解 那市场的话,昨天这个,不能昨天 整个美国的市场,然后昨天晚,昨天算昨天吧 昨天的话美国市场是一个休假的一个时间 所以市场没什么波动 今天白天的话,整体上,美纸或者说欧元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的 主要是一些其他货币 我之前也讲了,我觉得可能这个澳币 可能今天的这个会议可能会促使澳币可能有一个上涨的过程 但是从幅度上来讲的话,比较小 大概只有几十点 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整个的数据并没有发生变化 其次的话,像英镑呢,又一个拉升 然后的话,黄金进行了一次算是回调 整体上来讲的话,等于是美纸并没有去波动 而是进行了一些小的一个运行 那整体上的话,现在市场的节奏呢,我是这么来思考的 从上周的这个非能利空于美元 我讲了可能进入到一个逆转的一个思维的时间 那逆转思维当中的话,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有利空的消息 第二个是有利多消息 然后接着转空 然后再跟随利空的消息 这个的话,我就是大概的话这么来思考 这么来思考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几个节奏 现在一个节奏我认为就是应该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利多于美元的消息 但是短期的行为,然后逆转回美元向下的下跌的过程 好,那么这是一个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 整体的一个看法 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清晰了 我认为可能今天白天的品种的一些拉升 多少可能是一些提前的布局 就是可能有一些资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先进场 或者怎么样的 当然有可能是一些短期行为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有美元的一个下跌的过程 美元的一个上涨的过程 非美的一个下跌的过程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但是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是一个快速的转换 就是说可能是出现了某一件事情 或者某一个消息 然后呢,美元可能先走强一下 更有立刻的又转成一个下跌的态势 比如说那这个美元走强这一瞬间 要不要做多大的空间 那这可能不太好把握 不太好把握 那么相对的可能是他走强一轮以后 再次的转换为美元的弱势的这个方向的行情 我倒认为相对的好把握 这样的话也能也比较合理 因为目前看的话呢 美元还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时间点 并没有到一个强势的时间点 那么他中间有一些短期的某一些数据影响他走强 那把它认为是一个回调 美元的一个下跌当中的回调 然后再继续做空美元 这样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话我之前也讲了 我说有澳币和英镑 那么整体上看的话 我觉得澳币也许现在会更好一点 因为澳洲的话明天还会有公布这个整个GDP的数据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有美元的一个走强 或者是澳币的从现在的附近的位置 然后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走势 那么出现的下跌的时候去进行一个买入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他上方的空间有多少 就先看他跌到哪里 如果他跌破了昨天的一个下方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他反向在突破前期的高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比较正常的 这是我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整体的看法 整体的看法 然后的话像黄金的话呢 我可能有一点 这个的话也是和之前的想法 也都相吻合吧 也都相吻合 可能来讲 也许黄金还有一些较为深的一些回调 甚至于可能就是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可能现在的市场的话 不愿认知 可能黄金还会再向上运行 我不反对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之前也讲了 我说在第一次打开 第二次打开 然后觉得还是在第三次打开的可能性 在1340块这个附近的话 再次打开第三次的下跌 还是有这种概率的 那么所以的话 如果是他出现一个 比如说我说每盘这个时间段里 美元走强的时候 如果黄金如果向下的运行 然后但是接下来 比如说美元在走弱的时候呢 因为黄金毕竟之前的上涨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所以他其实调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调整可能性 就是说目前这个调整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观察一下 如果价格补完缺口回到1310到1315这个区间内 我觉得再把之前的这个做空的单子 适当的平掉 然后再看时机再把它进去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事情 好 那么 那么美加的话 还是你看他的白天的走势比较平稳 所以呢 不同的品种啊 也有可能不太一样 这个指的是说 有些品种可能是一个立刻的转换 有些品种可能转换的速度稍微的慢一点 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 不同的品种吧 可能有不同的思考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觉得奥币的这个品种 那么奥币的话呢 今天出了消息啊 然后 大概的话 就是差不多在这里 然后奥币的话 向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消息的刺激的一个运行 一个消息刺激运行 然后的话呢 市场的话呢 就是短期的一个上涨的过程 所以我个人想法是 这个上涨的话 它并没有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啊 并且在这边停留 那么先不要去 当然你白天如果有人买 白天如果有人买 那么你可以考虑啊 你可以考虑去 进行一个 倒是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目前 直接去进行一个 所谓的啊 直接进行一个 所谓的 直接的去 追涨啊 我觉得 没有必要 我觉得没有必要 好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在 这是今天整个啊 这个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然了 这个上涨是在 有人说 这个对 这个上涨是在 公布利率决议之前 利率决议以后的话 是在这里 公布的时候 先略微有个下跌 对 所以下跌的时候 可能我不知道有人买 没人买 如果有人买的话 我还是建议先平掉 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这个力量啊 看着不太明确 如果有一个消息 刺激它 比如说 先向下的反向的一个 下跌啊 然后再上涨 觉得更好一点 说它有可能会跌穿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也蛮正常的 因为这个空间的话 其实只有40点 有任何一个事情 你说会作用于它 让它下跌超过40点 我觉得这都蛮正常的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 我还是希望看它有一个调整 然后再上上涨的概率 会更好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消息面吧 那么消息面的话 可能今天晚上有10点钟 国内10点 澳洲这边12点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7月的工厂订单的环比 预期的话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数值 所以要看最后的一个结果 要看一个结果 包括耐荣品的订单的环比的一个中值 预期当中的话 一个是利好 一个是利空 所以要看最后的实际结果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这个 可以关注一下当时 大概晚上12点钟这个消息 会不会像我说的 因为这个消息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短期 不能长期 然后呢 刚好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率多于美元 然后立刻又转向于 这个这个做空的 当然的话到明天凌晨的话 因为有这个 这个美联储的票位 可能也要讲话 当然我含着那句话 我说这可能这些讲话 因为在加息月 在不在加息月份当中 这样的讲话可能不见得会对市场 造成太大的影响 除非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如果看到一个某一个行情 把它跌下来 想你要想的是不要去做空它 而是在较低的位置满入 会不会是跌穿 昨天的低点加上这里 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比如说瞬间 达到 达到这个区间内 达到这个附近 0.79到0.7920 这个附近当中 如果是有机会打到这边的话 在这个区间内进行个买入 当然了也不要强求 我感觉 不能提前的特别明确的确定 因为有点随机性 如果看到比如跌到 或者我们把这个区间放宽一点 就是说跌到这个区间内 0.79 7940到0.7900之间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考虑去买入 然后看它明天早上 这个澳大利亚 这个二季度的这个GDP的环比 然后如果公布的话 也是一个利好的情况下 它可能就有一个上涨 好 这是说一下澳币 就是我觉得存在一定交易机会的品种 我觉得可以去考虑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 我今天白天又在进行修正了 当然了 这个修正还是建立在之前的解盘当中 因为超越它 就是说之前还是讲过 说这是第一次下跌打开 因为是一个反转 这是第二次特朗普的行情 然后现在是等于是在 在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接近到同样高点的位置 所以还是存在有可能在第三次打开的一个行情 第三次打开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的思考 我还是这么想的 如果它在看形态 它如果是能够补到缺口以后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补完缺口的一瞬间再下行 所以的话看均线四小时支撑位 四小时的支撑位的话有两个区间 我觉得130到1315 因为看这个时间 因为每一个四小时图 过去每一个四小时的k线过去 基本上均线都要跟随大概五毛钱左右 差不多六毛到五毛钱左右 你说如果按照时间推算 它触碰到的时候 可能刚好在1305附近 所以如果是有机会接近它的话 就把之前的单子先把它略微的评出来 当然这个又有一点随机性 就是说如果是到了这个区间内 不见得会破掉它 但是可能会到这个区间内 一瞬间就要把它平掉 所以现在的话 我建议就是之前的空单的话 可以先你可以心里挂一个位 如果挂的话挂到032 我觉得都算是比较好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略微亏大概100多一点 100多一点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然后之后的话再看市场 如果它之后它无法再向上爬升 就要看它的形态 做出来的这些形态 包括我觉得还有利空于美元的消息 然后看一下黄金会刺激它会向上怎么样去运行 这些都是我们就可能稍微的会主动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好 那其他的品种 我觉得还没有暂时到教育的机会 比如说像美加 美加的话 我讲了 我说这个月 这个月 目前看的话 这个月是一个没有影线的一个 就是说所谓没有影线 就是开盘和最高点 开盘和最高点只有五个点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这个月 有没有 当然有 你看之前在这边下跌当中 是存在着 你看开盘价和最高点之间只差十几个点 但是通常来讲 通常来讲 跌了几个月以后 然后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线形 我觉得可能有点牵强 而且现在是月初 而且现在是月初 所以先不要盲目的去追空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也许会有再有低点 就是也许比如说 会再破一下1.2340 但是也不要去追他 我觉得等这个月变成阳线 然后再打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更理想一点 所以这个之前这颗月线影线部分 中间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怎么看 就是最高点和收盘价之间 最高点和收盘价 或者最高点和开盘价 应该是也差不多 差四个点 就开盘和收盘 那么大概是影线的长度 大概是有接近到300点 接近到300点 他一半的话就是150点 一半150点的话 让他的150点加上开盘价的话 大概就是在1.2630这个附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月还是有可能会走那边去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等一下 目前的话这个形态 看着是下跌的 没错 要看吧 就只能是 你说的继续的持续下跌可能性有没有 当然有 但是你现在去进单风险还是蛮高的 整体上还是觉得会有可能走出来和前期这个点位 非常接近的同样的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 大概这边是1.2663 差不多 可能这个月有可能会略微的攀升到这边来 那也可能 有人说这个美元会有这么大的上涨 但是因为这是美元的家园 就是美元也许不会刺激每家这么大的一个上涨 但是加拿大自己的一些因素也有可能会刺激到他 我们要这么来思考问题 包括到明天的 应该也有这个加拿大公布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决议 所以要看 好 说一下这个 然后的话是美元兑日元 每日的话在这边 算是怎么讲 算是今年的低点 就是今年 因为今年的话实际上在108到今年吧 整个的话这是去年 然后今年开始 从这边开始 那么 今年算是一个较为低的位置 大概在109的位置 就是这个附近 我整体上我还是觉得它上涨的概率会更加的大一点 所以 看一下整个自己的美元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边的话你可以去 因为之前的话是以空黄金为主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去进行买入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 这个附近的话 还是可以去考虑买入 因为毕竟 本周的话 这个跳空低开的这个 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 大概有一个 基本上有一个60点左右吧 有一个6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我还是觉得它会有一个回碳的可能性 回碳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它回碳 也就是说从现在价格到回碳的一个价格之间 刚好是有100点的空间 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去考虑进行一个这样的交易 当然选取会更好一点 因为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看不到一个特别大的空间 所以呢 现在的话要进行一些 比如说短期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能一直在一个15分钟几次的一个下方 看它能不能反上去 反上去以后的话 然后再顺势的去进行一个买入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 英镑 那么说了一遍 然后英镑我之前也讲 我说英镑我也是稍微看涨一点的 稍微看涨一点的 所以英镑的话 在这边的拉升以后 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一个结构 有点和澳币类似 其实在最近这个走势当中 它和澳币之间的走势的话是有点类似的 是有点类似 澳币可能又上去 当时一会儿要看一下市场 然后还是一样 我觉得等一个拉回 然后再去进场 我觉得更好一点 好 澳币的话 有人说那是不是要 反正我是觉得 因为它这个空间 就按照我的想法是有一个调整回来的动作 然后再上去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交易方式 现在直接冲 我觉得力量上未必能持久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应该是再有一个回探 然后再去买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 好 那么欧元 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多的必要 现在去参与它 整体上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包括最近的话 如果出现大的利多利空 这样的消息刺激了 我觉得欧元这种可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建议短期内现在暂时不要去交易它 先不要交易它 难度还是蛮高 而且高位震荡盘整 之前就是一个高位的震荡盘整 然后的话呢 快速的拉升理论 之后又进入到了一个盘整 所以我觉得欧元还是最好 现在目前阶段 先不要去求它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走势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美元对瑞郎 美元对瑞郎的话呢 又回到0.96这个附近 它也是没有怎么动 昨天也是大概昨天解盘的位置 就在现在的价格附近 昨天解盘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一天下来 除了有点振幅以外 然后基本上价格没动 上的话 我是觉得 美元走强的时候它会有上涨 它上涨的时间 一瞬间就是一个做空的点 这个和我刚才讲的那个澳币和英镑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就是美元一走强 立刻把它空下来 立刻空下来 会比较好 好 所以澳币的话呢 刚才这一下 比如说上涨 砸回来 去满路 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这样的话是 有人在进场 然后呢 然后完成洗盘 然后再去拉升 就更加的 可能更有利于上涨 所以美瑞的话也是一样 但是美瑞 我是看不到它会跌穿0.949这个位置 但是像 澳币的话 我是觉得它会涨破前面的那个高点 所以我还是建议做多澳币会更好一点 好吧 基本上 主要的交易品种也就是 就是这些了 你说有什么新的 大的变化吗 其实没有 为什么没有 其实现在基本上 怎么讲呢 就是品种之间的话呢 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性 这和之前的行情不太一样 之前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印象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比如分析每个品种的话 其实每个品种 有各自独立的走势和交易节奏 现在算是比较统一 大家的话 要不就是一起的话 运行一个方向 或者是呢 进入到一个盘整周期 然后大家都进行盘整 所以你只能判断其中的某一个方向去 去交易 昨天的话 我给大家讲 二比我是看整的 虽然方向是对 但是我觉得这空间要太小 所以呢 而且力量呢 又连续的释放了 所以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追的 好 没有别的太多的好的办法 因为波动率的话 本身就还是偏低 然后的话 然后等待一些可能消息的刺激 然后确认一下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 没只是没有什么变化 都是独立的运行 所以稍晚一点吧 看一下市场的这个消息刺激 纽缘也有 纽币的话 因为可能之前的跌幅比较大 所以修正起来的幅度也 也 也 就是波幅比较稍微大一点 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 纽币的单位价值太低了 0.7的纽币 其实只有40点 50点吧 只有50点 如果是0.7的英镑 那大概有100点 所以这个就是差的很多了 我觉得 为什么一直没有强调做纽币呢 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它的值比较少 所以不适合做特别短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设定30个点的止盈 然后你可能达不到 但是止损达到30点很容易 因为它波动率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它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今天看盘也是一样 就是找一些机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澳币吧 澳币一会儿有没有机会砸一下 砸一下然后去买 我觉得会比较好 差不多的 你看每个品种 基本上要不就不动 盘整 或者是 就是可能略微的强 或者略微的弱 所以没什么好 特别明显要解的东西 就是大节奏 你们就知道 是我分析的一个节奏 就是可能现在是需要一个 利好美元到 转换到空 接着是利空 利空美元 然后呢 然后利空美元的消息 然后可能再接 再接一下利多美元 然后再转空 这都有可能 反正最近的话 应该都是这样的行情 然后可能到某一个阶段 市场都相信 可能美元不会 至少是所有人不敢去 再去多美元的时候 然后刚好是那个时间点 有人可能会问到 到底到时候会多谁 这可能肯定是一个好的问题 去买入哪个品种 至少我认为黄金不合适 也可以 如果美元的话 就说不是黄金不合适 就说开始的时候 可能黄金还需要做一些形态 如果按照正常来讲的话 我倒是觉得欧元可能 比如说你说黄金走 美元走强 那欧元会下行 但是欧元因为它可能相关性比较高和美元 所以可能稍微稳定一点 然后就这个倒是可以考虑 但是它空间绝对不是最大的 但是其他的品种当中 空间谁到底是最大的 目前的话还真的不好说 澳币有机会 澳币有机会 英镑也有机会 所以我说最近是他们两个强 如果他们两个强 反而当反向的时候 他们两个会更弱 这是我一个基础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 大家可以去应用 所以可以到时候可以选择 也可以选择 如果稳定的话 下地我觉得会更稳定 而空间呢 我觉得没有想象那么大 也许可能只有四五百点 这样的空间 好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看一下 大家可以 等一下看一下一会儿市场的一个消息 记住了美加这个行情 第一轮下跌的空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要先离场 然后再等拉升回来 第二轮下跌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交易节奏 先不去考虑买入美加 如果你想买入美亚的强势品种 对强势品种 那去做美加 等它拉回以后再空 然后看它的下坡 我觉得就比较的合理 好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多的变化 有特别问 可能是 好比白天进了多单 我是建议 因为你白天最低点 就是7947 应该做不到这个低点 大概你做到 你演7960 所以现在的话 大概有四五十点 我觉得短期的话 应该差不多 短期应该差不多 你说硬看到150点 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说 从今天的低点 要是上抗150点 就是到0.81了 0.81就会超越前面的最高点了 能一次性就上去吗 反正我是比较怀疑的 我是保持怀疑的 我觉得下来一轮 然后再上去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你坚持的话 可以持有 然后你就想 或者是平一部分 那短期行为 目前的话 黄金好像还没有 把这个缺口补上 差一点点 今天最低是26 缺口应该是24的 24.68 所以差十一个点 所以看吧 因为一会的话 有消息 也许是 如果是利好美元 利好美元的话 其实黄金的话 你看它整个走势 就是它从高位的下行 到回来五分钟再下来 现在又回到五分钟 还是有可能 很大的可能性 再下行 当然实际上现在的话 你要我去说一个明确的 还真的是很困难 没有什么明确的行情 只是一些建议 澳币的话 我也明确讲了 昨天我不管说什么 我就建议不要去做空谈 就好了 对 然后的话 还是选择买入 就是 所以实际上是出了消息的 那一瞬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出了消息的一瞬间 有一个 在这里吧 对吧 出了消息一瞬间 是有一个下杀的 一个下杀以后 他进入到一个上涨 这个是合作要给大家讲的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幅度太小了 就是他下杀的幅度只有 二三十个点 就比较小 这就临场的东西了 黄金不完全负责 那你要我 会形成我脑中的一个提前的概念 我现在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会讲 我只能告诉你们 我说这可能是第三次打开的开始 那第三次打开的开始呢 因为之前我犯过错误 应该先处理一下 然后再找合理的位置 哪怕你 哪怕就是这个位置平掉了 然后将来再从这个位置重新接呢 这个心态也不一样 我是会认为它还是大跌的将来的格局 好吧 像从 这个的话就不好说 因为这个市场的话呢 你不能单纯说他们从吵架就怎么怎么样 过去也好对吧 也有下跌的时候 这个相对的 只能说是市场 就是到这个阶段它该涨了 这些事件可能只是促进它一下 到了该跌的时候 你就算谁出来说话 它该跌也是跌的 这个谁也挡不住的 好吧 大家什么问题吗 因为就是这个行情 你说要我去解过多东西 我觉得没必要 看出来自然会讲 你不要担心 如果我看出来什么行情 到我需要做的时候 肯定是提前会跟大家讲 我基本上应该长时间听我解盘的人 应该讲 我除了啊 除了是那种非常非常短的啊 然后突发的行情 然后可能会 会当天做决定 一般情况下 我做一笔教育 都不会当天临时下决定 所以没关系 都是有准备期的 比如说像每家这个 我说再等它高位 再重新做空 这就是一个准备期 那就等了 如果它有真的给机会了 它回到那边去了 自然就会空下来 对吧 你们有一个准备 到时就可以跟着我做 二笔啊 什么叫站稳 一致多长时间 就是我是年初的时候 我跟大家当时就分析过 我说我是啊 当时奥币可能还在 我记得还在0.9 0.75吧 这个附近 我记得今年年初 我是看点82到83嘛 但是我觉得到那边 就会开始下跌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的站稳谁说哪种 我觉得上方空间不大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就看一看我今年 我记得今年是1月10号 头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每个品种 今年大概的看法 我都说了一遍 有些是做的 包括黄金129几做空 是做的 有些是没做的 包括每日 我看到可能最后的低点 是到104 但是就是可能会到这边来 其实都是我 今年 今年1月10号吧 1月10号那天 今年头一天 解盘 1月9号10号这几天 那几天的录像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不会 我觉得到了破0.8以上 就反而会是好的行情的开始 这个要看 这个你要 这个你不说时间跨度 我没法说 你说要是1.3周 那很正常 但是你要说跨到半年 我觉得那就应该是不会的 停半年应该不会 我一般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之前也都去年解盘也都是说过的 我一般一年的基调我都会在开始的话就看市场会不会配合我 比如像英镑 英镑我今天年初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我说今年的高点我是看到1.33 1.33以后的话 我是看从1.33再跌回到1.17 升级到1.15 这样的行情 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内 其实中间有一些短期的行为 没做太长的 今天主要是 其实今年主要的我的交易都是思维都是在黄金那边 因为那个是更大的一个周期的思维思考 像这些的话都是短期行为 我就没有太做它 所以当时做空了一笔黄金以后 其他品种我都是短线了 但是我年初的时候也都给大家我的看法了 比如说英镑我看到1.33然后1.34这些位置 然后就到这边的话会再次的下跌 所以看到的话也是对的呢 我说现在不是思维逆转期吗 那思维逆转期末端可能是美元还要走弱一轮 那英镑像英镑澳币还有可能再上行吗 对吧 但是思维逆转以后不就美元开始走强吗 那这些品种就开始下跌了 刚好也是这个时间点 所以就可以等了 你们可以去回去看吧 就今年找一下今年 就是你不要看去年的12月底的 因为我们今天开年是1月份开始的 你就看头几天的 那几天的我讲的每个品种 我今天的看法都有 你们就大概去了就了解了 了解我当时怎么思考的一些品种 今天整体上实际上黄金的这一轮交易 其实是难道我 就是因为我把精力放的它比较多 但是最近也在修正它 等过后以后再说了 等到10月份吧 10月份的时候 我再看最后的结果 从4月份开始到10月份这半年 它最后能给我一个什么结果 等到10月份 好吧 大家什么问题 那你就等吧 那你知道哪天打完 市场的话永远是动态的 对吧 而且的话一般来讲最高点出现的时候 不会是不见得一定是他们打架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最高点 你要一定记住了 像他们这些事情在整个的市场当中 它只是代表了其中的一个点 它不是全部的 否则的话 那大家都知道 它哪天打完了 然后哪天是反转 就太容易了 它不是全部 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个未必的 谁知道 不要给自己下一个那么强烈的一个暗示 如果你自己下了一个这么强烈的暗示的话 那基本上如果是这里是最高点 如果跌下去了 不回来 你不是整个都错过去了 要弹性一些 基本上就这样了 我刚才说的也都说了 我看法市场现在什么阶段 然后一定记住了 到了那些行情该爆发的时候 真的未必需要什么消息 刺激 就可能到你最高点了 准备了 我先看法官 很明确尽 是不是 有没有 如果你是锁单的话 如果你是锁单的话就不要 对 就是如果你是单纯锁单 你就不要去这么做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万一直接跌下去了就会很麻烦 你不要到位置就解开 你应该是比如说到一三一级 如果你觉得我先解哪个方向 那你应该是先看一个方向会不会有气温 如果是锁单的话 这个比较复杂 那么讲锁单和解锁 你要把它当成开心单一样去做 你不能够说单纯的到某个位置 解锁最要命的是按照位置去解 应该是按照形态 甚至于按照最细微的地方去解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建议留多单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如果是我 我是不建议这个地方 你比如说你打到一个位置 你把空单就平了 然后就留了多单 我是不这么建议 因为我是看空的整体 我的意思是讲之前在这边做空的人 到这边来的时候先把它走掉 然后再找位置进 有可能是跌下去 跌下去好 等回来我们再重新进 那你的话 比如说你跌到这个地方 你把空单 你把空单平留个多单 万一它跌穿了 它跌穿了以后的话 它拉回来 拉回不到你那个多单的位置之上的时候 相当于多单又被套住 所以一定是要想你要接哪个方向 如果你是想等高点 把多单平调留空单 你就不要在中间去把你的空单平调留多单 所以看你自己要方向 你的方向如果是我要接哪个方向 你就认准了 如果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当初你本来是想做高空的 对吧 你如果思维变了 你想我想做低多 那你可以 如果你高空的思维没变 那这个是不好的 因为这样相当于如果跌下去了的话 你的你整个你的后悔心率会更高 所以你这个都要去思考一下 再做决定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当新单去做 比如说你跌到这里来了 我现在第一时间不平 它走上去一点 你觉得像是一个拉上的 然后你再去把所谓的你的空单平调 但是你空单平调的时候 你要设定新的多单的止损点 我担心的是你平调的空单 多单不设止损的 然后跌下去你被套住 然后你总想拉回来 甚至于你把你亏损的点也拉回来 比如说你在1305 你平调了 假设你等到这了 然后的话你加上你的十几块钱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点 20块 20块止损 你希望它能拉回到1330 也许它一直不拉回来 那你可能就一直被逃着 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个结果 能听明白吗 就是当你去选择把多单留住 去止损的时候 去做的时候 就要重新设置你的多单的止损点 我一般除非是我大方向变 比如我大方就看空的 我是不建议留多单 OK吗 就是你是解锁的多单 对 你和别的人 你就要 如果是这么想 就是你要和别的人 比如说我下一步 我说 我说这个 可以去做一个短多 但是你要和别人一样 你要设置损 你要设置损点 我担心的是不设置损点 是最要命的 基本上就这样了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看一会消息刺激 会不会先美元走强一点 美元走强一点 主要还是你要考虑你后续一些动作 交易行为和你之前的想法 如果矛盾太大的话 就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因为很难去明确的 比如说 真的走到1310 我说是合适的点位 但是不见得是最好的点位 他如果真的要多一点 走到1300下方去了 你就感觉到心里不舒服 懂我的意思了 好吧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明天我们再看 又是看一下市场的变化 我还是觉得会有一个美元的一个短期的多担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再去接非美的多担 我觉得这个更好一点 好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再跟大家去分析市场 好 再晚安 谢谢大家 请大家看 很感谢 谢谢大家